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 李的总管 恕我直言 这是王府地方 没有圣旨 任何人也不能抓人 圣旨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太后老佛爷亲自受给奴才的金簪 就凭这金簪我不但可以抓走这假王爷 就是你们的真王爷 我也要一同押回西安问罪 给我动手 放手 李仁英 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 李大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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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看了 这是淳王爷 一丝一毫都不会错的 老奴下了狗眼 求王爷赎罪 王爷赎罪 王爷赎罪 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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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李大总管是通天的人物 谁敢治你的罪 你不是要带我回西安吗 咱们走吧 我要让太后亲自看看 我淳秦王哪根寒毛是假的 李大总管 你倒是走 王爷 王爷 您就饶了奴才吧 王爷 王爷 王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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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 奴才是瞎了找眼了 奴才是鬼迷心跳了 王爷 饶命啊 都是奴才该死啊 王爷生了计了 王爷 王爷 您消消气吧 王爷 王爷 都怪奴才啊 王爷 都怪奴才该死啊 求王爷消消气吧 王爷 王爷啊 您消消气吧 您就是上打我 是罚我 都行啊 奴才都认 都认啊 王爷 王爷 恕罪王爷 认罪啊 王府的家法 可管不了太后身边的人 哎呦 王爷 王爷 那你就给奴才施掌公里的家法 每次奴才办了错 老夫爷都让奴才自己长嘴 您看着王爷啊 我叫你惹王爷生气 我叫你惹王爷生气 我叫你瞎了狗眼 我叫你瞎了狗眼 我叫你惹王爷生气 我叫你瞎了狗眼 本王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 请大人网开一面 王爷的苦衷下官能体谅 但是洪章身为朝廷命官 不能听之任之 玩乎 职守 恐怕洪章得罪王爷了 大人的意思是 太后的旨意 红章不敢违堪 来人 在 去屋把纯情网的替身押出来 走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抓我 走 放开 放开 走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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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放开 搞乖 走 走 实点 李大总管 本官已将纯王爷的替身押出来了 请你发落 咱们儿把纯家押出来了 咱们帮你去说吧 忠藤大人 断子绝孙的东西 小子 别狂 有你哭的时候 我说王爷 您看看 刚才奴才的这顿大嘴巴子 把脸都给打肿了 您说我冤不冤呢 王爷 怎么着 您也得给奴才说句宽心的话 我给你句宽心话 你算是什么东西 敢跟我这儿善脸 我告诉你 奴才到死也是奴才 王爷到死都是王爷 想跟我这儿得句宽心话 一个字也没有 好 王爷 您刚才说的这句宽心话 奴才我是刻骨铭心 来 在 把这弃君抗旨的纯亲王和他的替死鬼 给我一同押往西安 听候太后老佛爷发乱 李大总管 王爷出使德国 为的是大清的江山社稷 为王爷的安危着想找个替身 又何不可 怎能说是欺君抗旨呢 这就是啊 李大总管 给王爷找替身 是奴才为王爷谋话的 真要问罪 该由奴才我承担 那好啊 既然都是同犯 那就一勺会吧 全崖走 住手 好女儿撬的东西 你以前大概不知道吧 姑奶奶就是撬住的 今儿你要是不把人给放了 我就把你的脑袋也撬下 姑姑娘 实不得 太后手遇到 大人 太后加急手遇 太后手遇 上遇 总理衙门及大学士李鸿章所奏 纯新王初始安危一辙 殿文息之 选派合适人等隋驾保护 及采用替身均为上策 纯新王载丰及隋驾人等 均以朝廷为重 并扬提两宫之急切 随时铠切小玉 从速启程 以簇议和 钦此 臣再封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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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太后老佛爷恩准我当王爷 替身 那我就代劳了 王爷您留步 二位请吧 王爷请留步 老臣告辞了 您别客气 慢走 李大总管 你怎么不给王爷打个招呼就走 别忘了 我这个王爷是你们家太后恩准的 王爷 你别客气 歇着吧您 李大总管 您别叫狗咬喽 走 走 刚才那会儿真把我吓坏了 腿都打哆嗦了 谁想到李中堂大人来了这么一手 对啊 中堂大人这招真高啊 当着李中堂大人